大家好 月季它一杆花枝到底能够长多少个花苞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到底能够长到多少个花苞才算是极限 大家看这里的话其实就只有一杆花枝而已 这样摇一下所有的花苞都随着一起动 那么这一杆花枝它上边到底长了多少个花苞呢 现在就给大家数一下 这里两个 这里四个 那么七个 八个 这里还有两个 那么就是十个 一个花杆上面长了十个花苞是什么概念 好 现在再把这个镜头拉得更近一些 大家应该能够看得更清楚 大家看这里一共是长了三个花苞 上面一个大的 下面还长了两个小的 这里有三个 那么这边这一棵就有两个 这里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小的 这一个最夸张 它一共是长了四个花苞这一头 这里上面有一个大的 都能看得到 那么下面还长了三个小的 一共是长了四个花苞 现在是它一个枝条长了十个花苞 那么一个枝头长十个花苞和养护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 其实关系还真不这么大 像这一株月季的话呢 我就是平时给它吃一些控制肥 因为这一盆呢算是地栽的 它长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里面 那么它所吸取到的养分呢就会非常的充足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月季它的品种 有一些呢是属于花苞多头的这种月季 也有一些呢是花还单头的 所以呢要注意区分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它所生长的环境非常的适合 它是长期生长在一个露天的环境 而且呢也是递栽的 那么它就能够长得更好 它的花苞才能够长得更多 如果大家也想要自家的月季长得更多 花苞更多的话也可以试一下漏氧 或者是直接给它递栽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